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月之中的她还没有来得及享受 一个突熟其来的噩耗却传来 她的诱饵被诊断出耳膜溃烂 彻底失去了听力 原来在凤飞飞小时候 她非常喜欢跟着哥哥们一起玩闷水比赛 把头长时间埋在水里 结果导致细菌感染 耳膜长期发炎 最后因为没有得到好的治疗 导致诱饵完全失聪 身为一个歌手却听不到了 这是致命的打击 但凤飞飞却以惊人的意志力撑了过来 并且没有让任何人察觉出异常 直到1983年 她通过手术戴上了神工耳窝 此时大众才知道 原来她早就听不见了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 凤飞飞依然闯出了一片天 1997年 她迎来了事业的巅峰 当时琼瑶拍摄电影《我是一片云》 缺少主题曲演唱者 原本琼瑶心中的第一人选是邓丽君 但恰巧邓丽君在日本演出根本没有时间 制作神转而向琼瑶推荐了凤飞飞 琼瑶看着一身西装的凤飞飞 觉得她太像个男人 不太符合歌曲的定位 于是不太想让她唱 但在制作神的一再坚持下 让琼瑶去听凤飞飞的歌 听完凤飞飞演唱的歌曲以后 琼瑶彻底被她独特的嗓音打动 发现她的歌声和外表有着强烈的反差 温婉的声线丝毫不舒邓丽君 这才选择了凤飞飞来演唱主题曲 《我是一片云》 让凤飞飞迎来了事业的转折点 专辑销量高达15万张 红遍全台湾 也让凤飞飞在台湾的人迹 彻底超过了邓丽君 邓凤之争也由此而来 就连他们的老师刘家昌都说 凤飞飞的唱片能卖50万张 而邓丽君的只能卖5万张 凤飞飞一跃成为天后 因为唱歌时酷爱戴帽子 还特意收藏了600多顶帽子 所以大众亲切地称呼她为帽子天后 不让凤飞飞唱歌 歌迷能把电视台的电话打爆 1978年 凤飞飞在一家酒店正常地进行了演出 没想到演出后 她就被判了三个月歌奸 这三个月的时间禁止唱歌 理由是因为她在演出时 说了低俗的笑话 事情一出引起了一片哗然 没有人会相信凤飞飞会开这种玩笑 刘家昌也力挺凤飞飞 在场的歌迷也都纷纷为她作证 但最后的定论是 丹丸的主题是凤飞飞之夜 所以她要负责任 粉丝当然不满意这种行为 在凤飞飞不出现的这段时间 无数粉丝纷纷打电话给电视台责问 为了支持她 还全部跑去买了她的专辑 让她的专辑销量一下冲到了前几名 付出后的凤飞飞主持了一档电视节目 这期节目更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次事件丝毫没有影响凤飞飞的人气 此后更是多次获得最受喜爱歌星奖 在1980年就已经发布了60多张专辑 使她在台湾乐坛一姐的地位不可撼动 1991年台湾作家三毛去世 为了纪念她 罗大佑特意重新创作了歌曲《追梦人》 为了让凤飞飞演唱这首改编后的歌曲 罗大佑还特地找到凤飞飞的老公来说服她 最终凤飞飞婉转悠扬 娓娓道来的歌声让这首歌成为了经典 也因为这首歌让凤飞飞在内地迅速走红 不过内地观众对凤飞飞最熟悉的一首歌 莫过于掌声响起来 这首歌的歌词不但是凤飞飞的真实写照 也是她送给所有歌迷的礼物 凤飞飞可以说是和邓丽君是同期的女歌手 二神都当红 常被放在一起比较 邓丽君那时被称为第一天后 但那时是一个唱片时代 衡量一个歌手是否当红 最主要的凭据就是唱片销量 据二人的老师刘家昌说 凤飞飞的唱片卖50万张时 邓丽君的唱片能卖5万张 当然也有人并不服气 凤飞飞所占据的主要是台湾歌坛 而邓丽君在亚洲各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些纷争倒没有引起两位歌后的嫌隙 在金曲奖上 凤飞飞的歌后奖杯是从邓丽君手上接过的 凤飞飞的领奖感言第一句也就提到 尤其今天晚上我特别高兴的是 很难得的能够和邓丽君小姐同台 因为我一直呢对她是最崇拜最羡慕的一位 谢谢你 当邓丽君在亚旁高兴的鼓掌 后来加入了同一家公司 他们共同演绎了《挥别》这首歌 没想到一语成俭 两人都过早的挥别了这个世界和爱他们的歌迷 他们俩的交往始终是高山流水彼此欣赏 没有什么熟悉的娱乐圈勾心斗角 一个甜美的歌声抚慰人们受伤的心 一个明朗的歌手鼓励着人们前行 2010年11月13日 凤飞飞参加了一场慈善一演 这是她生前最后一场公开演出 音乐响起她唱起了《追梦人》 一袭白衣高高的白帽子上有几片白羽毛 一切都是纯净的 因为病痛的折磨 她的声音早已经不复从前那样清亮 气息也不再那么稳了 可是这一场不再那么完美的演出 却比从前任何一次的《追梦人》都更美不胜收 这一版《追梦人》比以往节奏都要缓慢 因为那时她已经很难跟上那么高亢的情绪了 但这一版是那样的荡气回肠 是那样的潇洒自然 唱歌曲前半段时凤飞飞的情绪还比较低落 神情里是充满了痛与忧愁 等到看我一眼吧 抹上红颜手空枕 眼睛里似乎看到了一种久违的释放和洒脱 唱歌也放开了 整个人都沉浸在音乐中 她望着台下的观众 在自己的歌声中得到了安慰与救赎 那并不平稳的歌声里有太多没有说出口的话 有太多翻江倒海的情绪在奔腾 但她选择了放下 最终选择体面的与歌迷告别 唱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时 她浅浅一笑 那不死的爱神是音乐 是她留给世界的爱 唱完凤飞飞笑得很开心 心中的千言万语 无限感慨 化为一句谢谢 2011年 奉飞飞如往常一样的去健身 因为感到喉咙不舒服 她去医院去检查 结果被诊断为肺癌 此刻的奉飞飞异常的平静 她取消了演唱会 对外声称嗓子不舒服 瞒着所有人与病魔作斗争 在粉丝都在等待时 2012年2月13日 新年刚刚过去不久 凤飞飞去世的消息 猝不及防地传了出来 更让人震惊的是 早在一月份 她就已经去世 这是一个特殊的离开方式 蔡琴说凤飞飞的低调处理 令她敬佩 是一位令她怀念的巨星 对于她的这个决定 什么震惊之余 也感受到了凤飞飞与她的家人 是何其的善良贴心 为了让大家好好过年 她嘱托亲友 避开媒体追踪 安排好后事 一日巨星 一生巨星 巨星从来不是拥有多大的牌场 许多的庸促 而她的影响力 她除却金钱以外的价值 更多的 说是明星 其实是流星 而只有巨星 才会恒久地发光 凤飞飞这样 才是真正的巨星风范 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凤飞飞却始终是那朵云彩 翩然而至 悄然而去 这把美妙的歌声 与无限的爱 留给了这个世界 而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这一生 过得快乐 活得精彩 没来得及唱的歌 下辈子再唱给你们听 2021年1月3日 是凤飞飞去世九周年的纪念日 从早上到下午 有数百台湾歌友 和外国凤友 到桃园大西宝塔寺 来看凤姐 吃素斋 帽子台湾 有很多歌友 在1月3日这天 想念和守候凤姐 听凤歌 看凤姐的照片 陪着凤姐度过3点19分 貌似歌手凤飞飞 虽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她的一生虽不漫长 但足够精彩 神间再无凤飞飞 但她的歌声 却永远长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 与鸡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